哈利利亚,奉着书基督圣明,很高兴你也来了。 这是讲给你听的,知道吗? 好,感谢主,我问你就好,我们昨天最后是讲什么,还记得吗? 好,讲对了,我们来看,我们讲到圣经的所谓的经典性,就是权威性,谁来证实? 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讲到第五点,圣经的经典性,应该说就是它的权威,这个权威来源。 或是它的权威来源。 或是它的权威来源。 我们很简短地把它写出来。 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证言。 那这记得在哪里呢? 这是在哪里,还知道吗? 加拉太,不是那个路加福音,24章,44节,这个很重要。 当然还有很多的经节。 但是,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一个。 因为这个路加福音,24章,44节是讲到耶稣自己讲的三分法,还知道吗? 就是那个,摩西的立法。 第二呢? 对啦,一百分。 还有呢? 上,对啦。 你夫人开窍了。 不是有时候小孩子被问,就会吓到。 其实不是,你没有忘记嘛。 其实,一下子怎么会问到我呢? 所以这一节是决定性的。 如果主耶稣说,圣经都来,我们看另外一节。 约恩福音。 约恩福音第五章。 我是用这个来比较一下。 我只是用这个来比较为了。 好。 第五章第39节。 第五章第39节。 You search the scriptures, for in them you think you have eternal life, and these are they which testify of me. 好,这里只是讲说你们研究什么? Scripture,对不对? 圣经。 你们查考圣经。 或是你们应该查考圣经。 那这个圣经就很广啊。 The term scripture can be very broad term. 譬如说,其实我没有介绍完。 有希腊,就是希伯来的圣经。 还有七十四一本的圣经。 那后来呢,还有动正教的,也跟天主教的不一样。 那这就是四分法的。 那这一节是告诉我们耶稣是用三分法的。 那当然如果要讲更详细,就是它区别在哪里呢? 比如说四分法里面有旁经嘛。 我们可能如果有时间,我们再另外再讲。 以目前来讲,天主教绝对不会离开旁经。 因为他们的教义也有用到旁经。 就是说他们的炼狱。 他们的炼狱的观念是从旁经的马加比第一书来的。 他如果把旁经拿掉。 那对他们来讲,他这个理论,这个教义就没有所谓的圣经的根据。 他的圣经跟我们是类似但是不一样。 他们是跟我们一样,但是又多了七卷。 但是旁经是十五卷。 但是他们只选七卷。 当然这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你用他们的圣经, 是有炼狱存在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到底是你的圣经还是我的圣经? 那就,只是一个名词圣经。 那就,到底是天主教的圣经呢? 还是我们正书教的圣经呢? 幸好耶稣在路加分二十四章四十一节有讲到。 就是三分法的。 就是什么? 对,你看。 因为你是成长的,所以你从下往上讲。 年纪大的就要从上往下讲。 先讲什么? 摩西的律法。 然后呢,先知书。 然后呢,诗篇。 以后你慢慢老了就要讲这样子好吗? 好,所以耶稣的证言是正三分法的圣经。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使徒的教会的应验。 当然这个很多啊。 因为今天人比较少,你们比较好,就是你们可能都有电脑嘛。 你们有没有圣经工具啊? 对,你就是把它打说应验。 你就是把它打说应验。 譬如说,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第二十二节。 第一章第二十二节。 这是帮助你啦。 当然如果你的头脑像电脑,也不用电脑啦。 也不用圣经工具,我是讲证的。 是有可能的。 我是一直尝试这种,我本身是不可能。 我们看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 二章十五节。 好,在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所以两章里面有四次了,对不对? 应验。 用这个来印证说,旧约圣经是要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神。 所以这个旧约就有它的权威性、经典性。 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的。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比喻啦。 或是类比。 这里有一张支票。 好,就好像旧约的那个。 好,不需要讲谁比较好。 好,那个支票的人来了,就是Bill Gates。 他说这是我亲手开的。 但是这个当众就要证实说,这个人是不是假的,Bill Gates就是了。 这个如果以比较严格的那个推理来讲的话,我们在这里是没有做,我们就直接认为耶稣就是神,就是那个开支票的人。 这个可以再证明的,不是说不可以证明的,是可以的。 当然。 可以做的。 那Bill Gates在这里啦,你也验他的DNA,还有完全做,OK。 这可以做的。 这样的话,这个第一个就成立了,对不对。 这一个支票是Bill Gates,他开是一亿。 那个支票啊,太少了是不是十亿好了。 他财产是六百多亿的啦。 我查过了。 -So he writes you a one million dollar check. -好,再多一点看,让你。 -one billion,sorry,one billion dollar check. -意思说他可以负得几的,并且凑凑有余啊。 -and which he can of course afford. -好,但事实是一半而已啊。 -但你应该就可以相信啦。 -那第二部分呢,你要拿到银行去。 -the second step is you take the check to the bank. -真的是应验啊。 -and it becomes fulfilled. -你心里还想说毛毛的,我要领现金啊。 -所以你就带了一大大卡车去。 -一个bm,你要打大卡车,你要很多的。 -你有没有算算看啊。 -你们最大的只有一百块而已啊。 -是不是? -1 billion dollars in cash, he would bring a huge truck to carry all the cash. -有没有可以算算看。 -看要多。 -你可以先用一万块看多少重。 -那么大的数目看。 -你用背的绝对背不动。 -试试看。 -我是说那个现金。 -你就拿现金走啦。 -这就是现金啦。 -用10,000 dollars in cash as a unit. -但你会不会拿太多的钱, -所以你必须用车子。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就位的这个经典是什么样。 -有它真正的,有认证过,并且可以应验的。 -这样就有它的绝对的权威性。 -知道吗? -你明白吗? -这就是,聚会不可以讲。 -这就是系统神学。 -其实系统神学是用圣经的话, -用你平常神给我们的这个思考。 -一定会真的思考的这个。 -不能说理性啦,讲这你等一下。 -来把它连起来。 -Systematic theology is really taking what is written in the Bible - and connecting the different parts using the thought process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我们上次有讲过什么叫做系统神学,还记得吗? - Last time we discussed what is systematic theology, do you remember what it is? -西统神学从圣经的这个字,有四个意义。 - the word system in the Bible has four meanings. -好,不要再复习了,不然就讲不完。 - we won't start reviewing or else we won't finish. -只是让你刺激一下回去看看。 - this is just to stimulate your memory so you can go back and check. -好,系统神学如果你把那个它的字意, 从圣经字意把它再想一遍你就晓得, 其实这是一个过程的。 - so if you think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system in the Bible, -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it is a process. -所以这个在证明圣经的经典性是, 如果用这样讲的话, 如果这个人相信圣经,相信耶稣的话, 这个理是到处都讲得通的。 不只是说正义书教会。 - with anyone who believes in the Lord Jesus and in the Bible, - you can use this to show, - and they will believe that the Old Testament has authority. 他如果不相信,你用比尔街这个, 但是希望它不会破产, 如果你正在讲的时候马上破产, 那就没办法。 我们是讲神啦,主耶稣。 但是有时候我们用生活的例子可能比较好思考。 - you can use Bill Gates writing a check as an analogy, - provided that he doesn't go broke the minute you mention his name. 好,这个通了吗? - is it clear? 这个推理的,不能说推理, 推理你又不高兴了。 本身这就是一个推理。 - this is a form of deduction. 这是两个部分。 我先讲两个部分。 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你已经先得到了一个启示。 - we have mentioned the two parts to this. - the first is a revelation that you have received. - have you received revelation? - have you received revelation? - what is your revelation? - the Bible. - when you open the Bible and read from the Bible, - the book of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 - that is revelation. - when you accept this as the word of God, - that means you have accepted it as a revelation from God. -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 so you every time you read the Bible and accept it, - and say Amen, - that means you have accepted God's revelation. - another person, - after reading this verse and questions, - whether it's true, - he did not receive any revelation. - you继续在读, -继续在接受, -所以你启示越来越多。 - the more you continue to read, - the more you receive them, - the more you are revealed. - the more you are revealed. - you把这个所得到的圣经里面的, - you把它做一个整理。 - and having received so many things in the Bible, - you organize what you have learned. - you从这个圣经里面, -但你不是全部的啦, -你在灵里面, -在圣灵里, -在神的话语里, -在圣灵里, -在圣灵里, -在圣灵的带领。 - and you are under, - or within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你把它做一个整理。 - and you organize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谁来整理? - who organizes them? -你啊! - you! -你不去读, -不把它放在一起, -不把它整理整理, -你这些东西不会自动跳出来, -变成这样子。 - if you don't spend the time to organize them, - they won't just be presented to you in this systematic fashion. -所以第二个步骤是你来用神给你的这个思考方式, 人的思考方式是神给的, 来把它整理。 - so the second step in systematic theology - is to use the thought process that God has given to you - to organize the teachings. - and you can apply the teachings of the Holy Spirit 。 -第二章第几节, 全部把它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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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五, 十五, 十七, 二, 十三, 十五, 十五, 十七, 二十三。 这些经节你看都是在启示的里面 你已经得到的圣经里面的 启示就是说你一定要接受阿门才有 你如果念完你看说这是什么就没有 你把这些所得到的启示的经文把它编排 你要去理解它 你用什么呢?用悟性 你如果回去再用圣经 你有没有圣经工具啊?没有 你可以问爸爸 没有的话你自己读啊 你把那个诗篇119篇里面 这所谓的悟性把它查出来 Look up all the occurrences of understanding in Psalm 119 And understanding is 你要已经有的神在你的里面 Understanding is something that God has given to you It is within you 那这个是一个过程 理解的过程 And this is a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you may die in the process 如果你没有推理的话 But without reasoning 你的那个知识 属灵的知识不会长进 Your spiritual knowledge cannot increase 但是不会推理 有恩典比会推理没有恩典好太多 But having grace Even if you're not able to reason Is far better than if you have reason But you do not have the grace of God 我们知道吗? 耶稣带来是恩典跟真理 真理到最后不只要学习 是要学习的 We know that Jesus has brought with him grace and truth So grace alone is insufficient You need to learn 好啦 这两个是有互动关系的 And these two elements are interactive 所以这个理路知道 在系统神学这是很重要的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systematic theology 你的悟性这是从你自己的 你是在这里 Your understanding is from the bottom up 我们说啦 属神的人 在基督里面的人 就是用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什么 受过息 你也没有受过息 就是活人 重生的人 知道吗 息就重生嘛 所以你是活人知道吗 那些没有息人都是还没有重生 死人嘛 在灵里面 你用这样子的思考 把神所启示的话语 做一个排列 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比较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用这个方式来做的 对不对 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们全然接受 这就是启示 那我们这个也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结合起来 我们来印证说圣经的经典性 我讲完旧约 你就自己会有答案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想过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说 新约的经典性权威来源是怎么样 我问谁啊 问你 你有没有想过 谁要回答 没有的话我们就来想想 类似的 主耶稣的证言 主耶稣有没有看过 那个历史的耶稣有没有看过新约 有没有 当然没有 是不是 没有啊 那怎么办 如果那是个情况 我们怎么办 好 使徒时代我们也没有办法 使徒教会我们说他已经堕落了 是不是 哇 怎么办 好 我们来看启示录 细从成学 现在我们进入到 这是来推推看 好 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讲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个他的来源是从哪里来 他就是神赐给他 他有一个过程的了 我现在把这个四窗把它移到这里来 好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是什么 神赐给他的 好 他就呢 他就呢 猜浅 他的十则 然后呢 借着约翰 给他的 应该是富庶 众仲仲仆 众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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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下面就是 玉翰就把他所看见 所听见的 写下来 他就把他所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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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约翰就变江 他写了两样事情 就是神的道 他的内容是什么 神的道 跟那个什么 耶稣基督的见证 所以 在我们启述所看到的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 这样子 他就把他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把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了 这些众仆人是谁呢 就是念这书上一言 并且听见 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这一个就是 启示的一个 在启示物里面 神把他划于 就是传递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第二章 你要写信给 耶稣基督所教会的使者 第二章是一个小部分 就是耶稣基督启示的小部分 整个的启示录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是大前提的 那是这个大的启示里面 有小小的分别的 那第二章的第一节 开始特别给当时 具体存在的 是耶稣基督所教会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话 这是要给谁呢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所教会的使者 这是一个人 单数的 其实这个使者就是天使 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那接下来 才说 说 那什么什么什么 在行走的 说 就是主耶稣 耶稣基督所教会的使者 单一个人 这以当时来讲 它有历史性的 这样看得到吗 看不到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是 拉过去 谢谢你 好 那我们继续念 那那个 我们来看第七节 来请你念 二章七节 Verset 7 He who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to the churches to him who overcomes I will give to eat from the tree of life which is in the midst of the paradise of God ok 那怎么办 好 还过来好了 因为这个不像电脑 电脑可以把它拉上来 好 开始是应该说向人指责 你看第一译解嘛,右手拿个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这就是在地藏里面所讲的向人指责 所以这是以赴守教会的使者给他 这是从第一节开始到第七节 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第七节呢 同一封信哦 现在变谁讲? 圣灵 他本来是耶稣讲啊,怎么跳到...跳过去了 给谁呢? 来,你摸摸,你有没有耳朵啊? 摸摸,有没有耳朵?耳朵有没有跑掉?有哦 有没有耳朵? 圣经怎么说? 第七节念一下 谁要听呢? 你念一下 大声念 好,谁要听? 有耳朵 有耳朵 有耳朵,你有没有耳朵?要不要听?要 你认识他吗? 认识吗? 有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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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有耳了 有耳多多听 你写信绝对不会这样写的 你说我某某人告诉你什么 最后你说圣灵向所有 这里可以看着我用这个是要来 表示说向人职者在这整个的书信应该这是identify的 是不是 当然这是有个过程 用名词来讲这个不等于这个 是不是 但是在里面的演变过程里面 这是应该是一致的 从一到多到全部 那我用这个要讲什么 这在历史性里面 它也是属灵的但是有具体的历史性 所谓的属灵的历史性里面 那这是以历史来讲的话 这是主耶稣跟当时的教会 这是人子 我们在讲 历史的人子耶稣 是耶稣还没降生之前是不存在的 神 真神耶稣是还没生下来 祂已经存在 这个要分开 这个可以理解吗 就是那个带着肉身的耶稣 就是人子耶稣 人家生的 所谓人子就是son of man 就是人所生的 那个耶稣没有降生以前是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没有啊 但是耶稣他本身是神哦 他没有降生以前他已经存在了 甚至万物还是借着祂造的呢 所以这个分开 分开 然后再把它合起来 那使徒教会 对不对 这是历史性的 但是是属灵的 我们用这个来印证旧约 对不对 在这里啊 如果讲太快或是讲不清楚 马上可以问 因为大家都应该都可以了解了 我只是来告诉你 这个系统神学怎么推来的 但是不要忘记哦 是以启示为基础的 这幅是自己想出来的 你只是把 我这些都是从圣经来的啊 如果错的话只是说地方排错 但是我根本没有解释啊 就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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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你要有个logic thinking把它放一起 就好像拼图一样 拼图 只是材料是一致的 你不可以另外拿一个进来啊 那就变样了 是不是 解释道理最怕的是圣经没有的 你偷偷拿一块来放进去 但是那个推理的过程是一致的 知道吗 好 那我是要用这个 你就知道 我要用这个 来推到下面这个来 so based on what is spoken stated in verse 1 I'd like to deduce until we reach verse 7 这是在旧约嘛 这是印证旧约 对 那我现在用这个来要来印证新语 那我现在用这个来要来印证新语 你就有答案了嘛 对不对 什么 圣灵就是什么 圣灵嘛 对不对 这两个有它的内在的那个类比性 so you can see an inherent analogy between these two 那这个应该也有一个内在的类比性吧 and the apostolic church should also have an analogous nature 其你在学校都会学这种的啦 是不是 比如说 类比性 这是什么 一个苹果 for example an apple corresponds to a pear 那 我就不会画了 一只鸡 就要比什么 一只鸟 对不对 因为这是水果 这是什么 动物类鸟 对 那你用那个学校学的 你绝对不会说那是异端或是错误或是魔鬼的东西 今天早上我昨天想了怎么来上这个课 我想说用这样子 如果你感觉这样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改变 我就把结果告诉你 那你回去就很高兴了 但是让你在想你想说奇鬼 人家不是说信仰靠体验吗 就是神的话接受 你在那边想的半死 所以难怪你头发掉光 哎呀这个以后不来了 这个跟想没有关系 我是说这个是怎么来的 好 这你要填什么 嘿 换你来填啊 你要填什么 应该大家会填啊 来你说 你看 这是主耶稣 人子 像人子 给当时使徒时代的教会 好 现在那是圣灵 对不对 要给谁 对啊 谢谢你啊 这是你讲的哦 TJC 如果有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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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到阿三嫂 阿三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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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先生是阿三哥嘛 阿三哥啊 阿三哥啊 他比我大 在读大学就认识阿三哥 阿三哥 但是你们不能叫 你要叫什么 圣伯伯啊 你总不能叫他叔叔啊 因为他比你爸爸大 是不是 对啊 你叫他叔叔吗 还是叫他伯伯 如果你爸爸叫伯伯 你就要叫他公公啦 是不是 好 这样可以吗 Is that acceptable 好 请说 对 我现在已经超过canonization canonization我还会再讲的 那个对我来讲没有意义 I've already gone beyond the canoniz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我已经先跳过那个 But I already skipped that step first 我在讲旧会也没有讲主后九十年那个Yamnia 或者Jamnia那个会议 没有讲啊 我不是不知道 我跳过了 老早跳过了 因为那是对我来讲是障碍 So for example When I talked about the Old Testament I did not mention the council of Jamnia Because to me such things would only be a hindrance 因为跟你们上课跟神学生不一样 And the way I conduct class with you is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 teach at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如果神学院的话 那就是把外面的整套先告诉他 然后来讲我们怎么认为 但是你们不可以啊 外面的讲完八节就老早结束了 还没讲完不骗你 因为在讲当中你没有感觉 我说跳来跳去吗 所以跳就是说外面讲我就跳过去了 跳过去 但是我不跟你讲你也不知道就是了 他们的那个经典性 有他们的看法的 Outside of church they have their views on the process of canonization 最后的他们的决定就是所谓的大公会议 and what their final decisions were made at the council 旧位就是祖后九十年的Yamnia 或是你的Gamnia 就是九十 那那个新约呢 是397年的那个加大国会议 Cartage 397 我年代悖错了你自己更正 应该397、396、397 如果我一讲就讲这个 后来要更改 好,请说 397当时圣灵还在吗 对我来讲老早不在啦 对我来讲老早不在啦 他们当时怎么可以 就是说这次新年 如果没有神明呢 你现在陷入到另外一个障碍里面 要解释你这个障碍可能要一个小时 但是你的想法不是错的 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你接下来就说 没有圣灵怎么会决定出圣灵的事情呢 对不对 没有圣灵怎么会做出神的事情呢 对不对 没有圣灵怎么会决定出圣灵的事呢 对 现在我们还想到的 好 好 好 对 那 给你397 其实这个障碍在你头脑里面老早就有 只是没有把它发出来而已 是真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在乱 就是把一些潜在的问题 其实是不是问题的 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 哇 天下大乱 那这个乱应该好好的来解释 好 那现在你看 现在休息一下 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两分钟了 你再想想看 我们怎么继续来 要解决你的问题呢 还是要继续讲这个 因为你这个问题很大的问题 来 同心摸到